就进入《弹以理书》的第八章 我给这个主题是叫做两个敌基督的预表 预表英文就叫做foreshadow 是指向将来一些东西的 这两个预表就是指向将来的敌基督 让我们知道当这个敌基督出现的时候 他是会怎样的一个人 他会做些什么东西 让大家可以随时知道之外 也可以到时防范 圣经当中介绍将来 在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之前 会出现这个敌基督 是以《弹以理书》 我们现在查的这里是最早的 也是相当详细的 而到了新约时代 主耶稣和保罗和使徒约翰 都有讲到关于敌基督的 所以敌基督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在护世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我相信保罗和若翰一定有读过我们现在读的 《弹以理书》 他一定对《弹以理》对这个敌基督的描述 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而主耶稣在《弹以理书》第24、25章 在他在世最后的星期三的拉曼 在橄榄山上面有讲到关于末世 他直接引用《弹以理书》第9章所记载的 而上一次我们查第7章的时候 《弹以理》在梦中的现象 是包括有好几处是关于敌基督的 那我一会儿我都会再提一提 来提醒大家 就是其实我们上一个礼拜 都已经在看着敌基督的了 但在我这里我想打一点叉 就来问了 说明天你和我会不会见到敌基督呢 就是我们现在起了他底了 知道他是怎么样了 但是你和我会不会见到他呢 那么关键呢 就是第二天你和我在不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在不在这个世界上呢 又有两个可能性的 一个可能性呢 就是我们已经不在这里了 不在这里又有两个可能性 这两个可能性就是第一 你和我已经在坟墓里面等着主耶稣回来了 那么我们不在世上 那么我们当然就见不到基督了 第二个可能性呢 就是如果教会真的在大灾难之前就被提 好像我自己相信呢 是灾城被提的呢 那么你和我在大灾难 来到之前我们已经是在半空 和主耶稣一起 被他带上天上我们有七年的时间 但就在天上享受到主耶稣一起的福乐 那么我们当然是不需要在地上了 不需要在地上的时候呢 我们就见不到的基督了 那么这两个可能性呢 一定是但一个呢 会发生当然有第三个可能性的 第三个可能性就是我错了 原来不是灾前被提 原来是灾中或者灾后被提 大灾难当中呢 你和我都会在那 那么呢 我们呢 到时呢 就会亲眼看到敌基督 亲身来到经历地 敌基督的迫白 那么这个呢 就不是那么好的 因为没有人是想受苦的 那么但是呢 如果神的旨意是叫我们 要经过部分或者全部的灾难呢 那么我们呢 都要顺服神的旨意 那么到时呢 我们就可以印证 敌基督当时那个手法 和我们现在所查到的 是不是很相近呢 好了 那么呢 我们明天查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 我会再更加详细一点 我会跟大家分析呢 是灾前被提啊 灾中被提啊 灾后被提啊 灾后被提 大家有什么根据呢 那到时呢 我们都会搞清楚的 好了 那么上一次呢 第七章那里呢 我们讲到 敌基督呢 其实有好记处的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呢 第七章第八节 我读给大家听 但以理事说 我正观看这些角 角啊 有见其中呢 就长起了一个小角 那 第七章那里这个小角呢 就直接是指将来的敌基督 但以理呢 是没有提到敌基督的 敌基督只是使徒约 在约翰一书和二书提起而已 所以这个小角呢 他说先前角当中有三个角 在这个角前面 那位受你记得有十个角 十个角 特别提到三个角呢 是特别强性的 那后面呢 那后面呢 又走出这个小角呢 就将这三个角呢 连根给他拔起来 这个小角有眼 就用人的眼 有口呢 就说夸大的话 是呢 是呢 迫害这些圣文 圣文就是犹太人 第七章 第二十四到二十六节那里呢 就这样说了 他说 至于那十角呢 就是从前这些国当中 必兴起的十个王 又再提到十个王 就是十个角 那又兴起了一个王 跟先前那些不同 他会制服那三个王 所以每一个国是一个王 亦都是一个王国 那这个王国呢 就一般是相信呢 是罗马帝国的延伸 就是欧洲那里有十个国家的乱纹 那就是基督呢 就从那里出来 那我上次呢 也有说 近年有另外的看法呢 就是说这个呢 是可能呢 是回教徒来的 那这个小国呢 这个基督必向至高者 就说夸大的话 三道都有说呢 他说夸大的话 就是很至高至大 向着上帝都敢说 夸大的说话 有他折磨至高者的成文 必想办法 来到改变他们的哲旗和律法 就是从宗教那方面 是来到迫害他们 成文必交付他 一载两载半载就三年半 圣经里面呢 一说到那个大灾难呢 就是最后的三年半 七随二就是三年半 他叫一载两载半载 或者叫做一千六百日 或者叫做四十二个月呢 都是指后半部的三年半 是前所未有的灾难 耶稣都说呢 以前没有 以后都没有那么大的灾难 现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 他的权兵必备夺去 审判者会来到 对这个敌基督进行审判 夺去了他的权兵 毁坏灭绝一直到底 那解经家呢 一次都认为呢 但以理在这里呢 是在描述将来要来的敌基督 虽然他没有提到敌基督 那然后呢 聖灵就感动 普罗和史读约翰呢 就将更多敌基督的资料呢 是给我们知道了 可见呢 神是很重视和很盼望呢 我们也都对敌基督呢 有很清晰的认识 第八章呢 但以理是见到 这个异象当中呢 是有两个国的 一个呢 是大国 和一个呢 是叫做小国 但这两个呢 都不是最终 我们所谓的 那个最终的敌基督 而是历史上面 敌基督的预表 所以呢 我今晚的标题说 两个敌基督的预表呢 第八章的大国和小国呢 是预表将来的 那个真正的敌基督呢 他的目的呢 第八章的目的呢 就是想我们 对真正这个敌基督呢 是有所认识的 提醒大家呢 第八章这里的那个小国呢 和我刚才读第七章那里提到 那个小国呢 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第七章那个小国呢 是指向 是指最终的那个敌基督 第八章呢 这个小国呢 是两个敌基督预表当中的一个 所以我们 不要将两个呢 是混在一起 好了 今晚呢 我们就要来说 这个有关于敌基督 我们进入 第八章 那个经文那里呢 那个讲义那里呢 我首先呢 是认识敌基督 我就在 最后那里呢 大家都看到 会有八段的经文 是不包括 《弹以理书》里面的记载的 八段的经文 我都在圣经里面 最清楚 只是敌基督的 你会看到 这只是约翰一书 约翰二书呢 使徒约翰呢 是提到敌基督 使徒约翰 当他写 启示录的时候呢 是很奇怪 十三章那里呢 是很清楚 是说那个海出来的 那个寿 那个一定是指敌基督 但他都没有用敌基督 为什么呢 这个呢 我们第二天就要问 《弹以理书》 为什么你年老的时候 写《弹以理书》的时候 你没有用 你以前用的敌基督呢 那就看看他怎么解释了 敌基督这个名称 就圣经里面 虽然是没有出现到 但是呢 其实是很清楚 我想很快去跟大家go over 我这里的九点 让大家对敌基督 有一个很清楚的形式 第一呢 这个敌基督不是一个概念 来的 不是一样抽象的东西来的 是一个真人来的 这个真人呢 历代以来呢 他都相信这个是一个男性来的 不过呢 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呢 是男性女性呢 翌日呢 都会被他呢 是全混合了 如果现在这个政权呢 是能够 说是 真的一样东西都说是的话呢 他会不准我们 说呢 这个敌基督是男人来的 但是呢 我现在告诉大家 这个敌基督是一个男性 来的 在末世七年的大灾难呢 他初期出现 就是呢 他出现了才有这个大灾难 大灾难的那个很清楚的记号呢 就是有这个敌基督的出现 宝罗在帖撒罗尼加后说的二章 是很清楚的 而写呢 帖撒罗尼加的教会 你没见到敌基督 所以你不需要 听人家说 你已经在这个大灾难里面下 那么我两个月前 是说了一篇道呢 那个题目很特别的 是叫做 帖撒罗尼加教会的 忧伤和惊慌 帖撒罗尼加是一个很好的教会 但是在教会里面呢 前书给我们看到他有 惊慌 有忧伤 后书给我们看到他很惊慌 那么呢 我就会解释 保罗怎么跟他们说 还有呢 为什么他们是不应该忧 不应该惊慌和惊慌 这个是关系到呢 到底是灾前被提 还是灾后被提 我今晚没有时间 详细说 你可以呢 上我sewing.com的网址 听回我的广道 你一按 你就可以听回我的广道了 第二 敌基督呢 除了是 约翰称他做敌基督之外呢 耶稣称他做那行 那行毁坏可真的 这个是根底里说的 保罗称他做不法之人 大罪人 沉默之子 约翰是 解释十三章 是称他 海中来的数 第三 敌基督呢 不单止是敌党基督 更加有的意思呢 就是他是以假乱真 他是代替 还有呢 是迷惑人 他是模仿 敌基督 有个假的敌基督 这样的意思在 圣经当中呢 是有两种的敌基督的 第一种是众素 和呢 是细草的antichrist 那个呢 历代都已经有的了 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 已经是出现的了 所以呢 耶稣呢 也都说 有数的少 的敌基督 要是真正的 那个 啊 在第八章这里呢 他指向 那两个 预表指向的呢 是将来 真正的敌基督 《希腊》一书第二章 第十九节呢 他是解释 为什么会有一些人 在我们的当中 这个我们 经常都可以应用的 你在教会那里 有些的弟兄 你以为他是弟兄 他在教会很久了 但是突然间呢 他离开了教会 离开教会 当然有很多原因 但是如果他离开教会 他不信 甚至迫害教会 就是变了另外一个人呢 那你就 那个最好的解释呢 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九节 就是说 他在我们中间出去 但是呢 他是 本来就不在我们中间的 这些呢 很可能就是 细草的基督 混在里面呢 来到 搞乱 信徒的信仰 是进来是破坏的 这些呢 就 大家要很小心 在末世的时候呢 就 在教会里面呢 是滲透了 这个中国教会呢 是已经有很多很多 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他们滲透进去呢 这些是假的敌基督 怎么认他们呢 就是他们是 不承认耶稣 是神子 是救主 是尼赛亚的 第六 敌基督背后是撒旦 这个很清楚呢 解释了十三章 使徒约翰 说这个海的兽 是那条龙 红龙就是代表魔鬼 是魔鬼 将自己的权柄 给过他 敌基督呢 所以就有超级的手段 说话呢 就很有说服力 会说夸大涉毒的说话 并且呢 鬼诈和残忍 这些呢 都是魔鬼的特性 是给了这个敌基督 能够行使的 敌基督的大灾难 最初就出现了 最初他是一个和平的事实 出现的 我相信呢 如果我们是灾禅被提呢 敌基督就会出来说 哎呀那些基督图 不见了更好了 这些敌基督 他一直都阻着地球转的 我们现在进入世界大图 进入世界和平 然后他就为世界带来和平 连中东都带来和平 他为犹太人建第三圣殿 并且呢 签了七年的盟约 令到犹太人呢 对他呢 是完全的信任 那些犹太人呢 回到圣殿那里献祭了 因为没有圣殿 没有得献祭 所以呢 翌日呢 是七年灾难开始呢 基督帮他们 建回圣殿 而且建回圣殿山哦 那第二天呢 在解释录那里 我会再讨论多些的 那呢 三年半中间 为什么会开始大迫害呢 就是因为他进去 停止他们的献祭 然后呢 就说 不准你们拜你们的神 我才是你们的神 他旁边呢 有一个叫做假先知呢 就出来说 是 这个基督先是真正的上帝 他就在圣殿里面呢 就坐在那里呢 就叫那些犹太人要拜他 犹太人不肯呢 就开始就迫害他了 好了 那么 那我们基督在大灾难末期呢 就要灭这个以色列了 三年半 到最后呢 以色列是走到 走到无路了 要望过了 那时候呢 就 耶稣就带着我们回来了 这个记载在启示录第十九章那里 他是带着 军马回来的 军马是不是只是天使呢 包括不包括我们呢 如果包括我们呢 一定是我们已经在天上 主耶稣在一起了 究竟我们什么时候被提呢 一定是先说 敌基督可能已经在世上了 最后一点 可能已经在世上了 你和我不知道而已 因为现在还有一些东西拦着他 拦着被除去之后 敌基督就会显现了 那我给大家一个谓语了 拦着是什么拦着呢 有些什么现在是拦着呢 第二天是会拿走的 然后敌基督就出现呢 那我就 我在这里不开股 慢慢说 我们现在进入经文 首先我们要讲这个 异象的时间和地点 这个异象的时间 和第七章是差了两年多的 还是白山撒王的时代 所以这个异象呢 天使是告诉弹尔利听呢 这个巴比伦的下场 是哪一个会接任的 所以当这个白山撒召弹尔利 你说要给他做第三呢 他真的心会很好笑 因为他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 那么他在哪里呢 看到这个异象呢 那这里就说是书山城 书山城在弹尔利的神怀呢 是个沙漠来的 没有东西在那里 很荒谬的 但是神选了这个地方 作为这个异象呢 是有神特别的意思的 因为只有神知道呢 在翌日呢 这个波斯王之后 到了以斯帖的时代呢 所以书山这里是成为他们冬季的行宫 这个宫殿在那里 一半时间皇帝和皇后住在那里 所以以斯帖在那里 当他也是见这个 这个以斯帖 见他的那个舅父啊 又在那里的 所以这个书山在弹尔利时代呢 是好像highway 5旁边的地那样 但是呢 第二呢 这个是变成了京都这样的 那么问题就是 弹尔利是否真的去到那里 见到异象呢 他也说他在那里见到异象啊 那他怎样去到那里呢 那里这么荒谱 以弹尔利作为宰相的真品呢 走到山卡野嶺的地方 去那里做什么呢 他不停地去那里 是不是才知道有异象呢 是不是神要他去那里呢 那大家留心看 中文这道和合本呢 我以为在耳南省书山城 在就在呢 为什么以为在呢 以为就是未必一定人在那里啊 那我就看过原文呢 原文呢就NIV和新日本 中文新日本呢 翻译得很贴切了 原文的意思呢 是说我见到我在那里 我见到我在那里 我见到我在那里 那你见到你在那里 你是不是真正在那里呢 那你如果真正在那里 还需要说我见到我在那里呢 你在那里嘛 你就说你在那里了 但是你见到你在那里呢 就是你真正未必在那里 只不过你在这个仪像当中 见到的人 你看真一点 原来那个人是你来的 我相信这个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你不是真的在那里 这个就跟以色列书里面呢 以色列的灵是被神带回去 以色列在巴比里 是以批备老的 神将他的灵是带回到哪里呢 带回到耶路撒拉 他给他看一看圣灵里 那个污蔽的情况 那这里呢 我相信这也是呢 神将但以利的灵是带回去 当然神也可以呢 是将但以利整个人呢 灵魂体都带回去书山 但是这里呢 似乎呢 就只是将灵带进去 或者呢 甚至呢 只是让他看到 他的灵在书山那里 好了 那个乌奈河呢 真是有这个东西的 今天还在这个书山城 今天书山都在这里的 好了 我们看第三第四节 这是公眠的 公眠的第三节 他说有两个国的 两个都很高的国 国就代表权力 国是代表权力 就是这两个国呢 都很有权势的 两个国呢 一个比第二个更加高 后面那个高过前面那个 那我们不用猜是哪个的 我这里呢 那张加巴黎天使的解释 第二十节呢 就参加在这里 他解释说这个就是 马代和波斯 说这个的时候呢 是距离 马代和波斯灭了这个 八沙沙王朝呢 是还有三年的时间 所以我刚才说 这些东西呢 就是巴比伦 向西就是巴比伦 向北呢 就是呂底亚 就是后面的Greece 然后呢 向南呢 当然就是到埃及了 这个波斯呢 是向北 向西 向南呢 是来到征服了 是在他面前站立不住 没有人能够救 他就任意了 这里特别是说呢 这只公年样 这只公年样呢 是波斯先 这个波斯呢 是两个国家合迹的 马代和波斯 波斯比马代更加强 波斯和马代 联合了之后呢 就在这个预言之后三年呢 是攻陷了巴比伦 好了 那我们呢 继续看下去 第五节到第八节 那另外一只羊 这只羊呢 就是公山羊了 公山羊呢 在西面以来 公山羊 希腊呢 就在西面 希腊呢 在波斯的西面 就从那里来 这只山羊的特点是什么呢 平行全地 脚不沾沉 就是说呢 很快的 这个羊很快的 那你想一下呢 这个羊当然是代表希腊 因为下面那一条天使 解释了这个是希腊 但希腊呢 第七章 第七章 那只炮呢 炮的特点呢 就是呢 它有四个翅膀 因为快 飞那么快 这个羊呢 这个羊呢 有四个头 一会儿我们自己看 所以说呢 这个东征西土呢 是很快速的 这个后来呢 他第一个皇帝呢 亚历山大大帝呢 二十岁开始 二十三岁开始出来 打了十年 就征服了整个世界 这个版道呢 比波斯更近一大 他这个行军呢 快速到呢 打到印度边境呢 然后他病呢 才要回朝的 如果不是呢 他打完过印度呢 就打过来中国的了 他的行冰呢 是很迅速的 他的军事呢 是很强的 所以呢 第六节话 他呢 就 向着这个 双国的公园仰那里呢 就大发脑脑 叫直厂 就向他呢 发烈脑呢 来抵触他 切断那两个国 就是说呢 到 阿里山大大大兴起的时候呢 波斯已经连到他的对手了 绵羊呢 在他面前站不住 避七节 他就将他呢 逐島在地 用脚来扯踏 没有人能够救他 就是呢 他灭了波斯的 波斯的 只是二百多年而已 那就是这个语言呢 是讲到 旦尔里之后 的二百多年 他连这个 第一个王 他说呢 極其至高至大 然后呢 他说 他强盛的时候呢 大角就切断了 他说呢 这只公山羊 只有一只角 不是像那只绵羊那样 是两只角的 他一只角呢 就在他的眼中间的 那么呢 那个大角呢 就断了 是他最强盛的时候断了 那然后呢 他的角跟那里呢 就长出四个的 非常的角出来 特别的角出来 那么呢 这个公山羊 21节那里呢 牵势就解释了 公山羊就是希腊王 两眼当中的大角呢 就是头一个王 特别是说头一个王 头一个王呢 就是阿里山大帝 第22节 所以切断那个角呢 在他根那里呢 又长出四个角 就是呢 那个角是切断了 那个角是切断了 那个角是他最强盛的时候 突然间切断的 这四个角呢 就是四个角了 由那里兴起来 但是呢 他们权利不及 这个原来那个 阿里山大帝 阿里山大帝 只活到33岁 跟耶稣一样啊 那么呢 十年 东征西徒 建立了 希腊那个帝国 他就死了 死得很突然的 死得很快的 死了 死了之后呢 他有五个将军 under他 五个将军呢 都想分他的角度 各自为和 那么呢 那么呢 那明明是四个角 怎么走出五个呢 经过两年之后呢 其中一个将军呢 是被其他的四个呢 是攀走了 所以到他们分国的时候呢 是只有四个而已 所以神的预言呢 是准到呢 是没有任何错落的预地的 百分之一百准角的 四个角呢 是出来 东南西北 去四边 所谓是向天的四科 是掌起四个角 四个角呢 是来到代替了 这个希腊的帝国 好了 来到第九节 第九节就focus on 这个小角 这四个角里面呢 又出了一个小角 他说 第九节 向南向东向 榮美之地呢 就渐渐成为强大了 这个小的角呢 是在那四个角里面 再生出来的 但他生出来呢 他呢 就威过其他几个的 他向南 南面也是不埃及的 向东呢 东呢 就是这个小角那儿 那儿出来 向东 就是当时的 一个大国呢 叫做阿美尼亚 榮美之地呢 就是加南地 就是中东 那么他就 你几度呢 他都征服了 他就占占成为强大了 他成为埃及的王 他占领了阿美尼亚 他也都统治了中东 也统治了犹太人 他占占强大 高级天象 天象和圣叔都跑落在地 用脚展踏 即是 他的威势是高达于天 这里也都说 他好像看不起上帝那样 又是回回去呢 那个自高自大 第十一节说他自高自大 要为高级天象之君 要为了 不是真的 他自己自己膨胀 要为高级天象之君 除掉常献级军的繁制 毁坏军的圣索 我们回看历史 就知道这个小国 就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 是要统治了 那个中东 统治了阿犹太人 然后呢 他跟犹太人的宴祭 跟那个圣殿是有关的 他在这里说 有军女 军是他的军队 上献的繁制 这个是犹太人 在圣殿里面的圣祭 他要交付他 然后他将真理 抛在地上 他又上一次说他 除掉常献级军的繁制 毁坏这个圣索 这个就正是 这个 Antiguius the fourth Antiguius Antiguius 就是 希腊后来 那四个国里面 出来的一个军和 这个是历史上 一个特别邪恶的军和 他本来是没有份做皇帝的 他出奸诈 是把那个皇位 拿到手 所以呢 天使解释 第24节 说他的权兵必大 他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 他必行非常毁灭 事情顺利 任意而行 又有毁 又毁灭 有能力的 以及圣民 第25节 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 这个人是很奸诈的 心里面又很自高自大 人坦然无比的时候 他就毁灭人的了 又站起来 攻击万君之君 即是攻击上帝 却中 至中却非 因人手而滅亡 这样 这个呢 就完全是 形容了 是主持大概百多二百年出的 这个 希腊的这个 皇帝 Antigius IV 安提阿古 这个解经家一知 认为他 没有第二个 只有这个人这么邪恶 觉得 他恨这些犹太人 恨到 他直接是 毁坏不让他们在圣殿建制 自己坐在圣殿那里 就说自己是上帝 然后呢 在圣殿那里呢 他说你们想献祭吗 行 我杀猪 犹太人是最不喜欢猪的 猪是不洁净的 他就叫人在圣殿里面杀猪 来到献祭 来到这样呢 来到呢 是骂犹太人 骂上帝 而且呢 他还捡那些祭司呢 是来到吃那些 当了的猪 脱他们吃猪 即是呢 硬是来到呢 是没有上帝 侮辱他们 还有 这里我没有写的 在圣殿的旁边那里呢 就发了一个体育馆 希腊的体育馆呢 是他们是全裸的 就是不穿衣的 那呢 就开在那里呢 圣殿那里的 那些猪太人啊 祭司呢 就看到的 特意是要这样做的 那猪太人的男人呢 就行国礼的 外邦人呢 就不行国礼的 所以呢 他们呢 就让他们看到呢 就让那些猪太人呢 都觉得 哎呀 为什么我们要行国礼呢 那开始都怀自己的宗教了 而且呢 整整一下呢 他们又叫了那些祭司 叫了那些猪太人呢 在圣殿那里呢 喂 过来啦 我们一起运动啦 那大家玩在一起呢 玩在一起 不只是运动那么简单啊 有很多污蔽的东西 在那里呢 那才是呢 他是这样来到 誘惑那些猪太人 誘惑那些祭司呢 是搞到那里是污烟瘴气 那这些 当时发生的事呢 在圣经里有没有记载呢 是没有 没有记载 这个安地亚古那种 迫害犹太人呢 柔软的迫害 毁坏他们的信仰 侮辱他们 动硬的迫害 逮捕他们 杀他们呢 圣经没有记载 没有记载 没有记载我们怎么知道呢 那有历史记载呢 还有呢 这个东西呢 叫做刺经 刺经 刺经呢 就不是我们的正本 不是canon 不是我们的正经 就不是 他不正经啊 他是刺经 刺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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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董教会 不当他是 刺经的 但是呢 他里面都记载了很多历史 特别是他记载的历史呢 可贵的地方呢 就是 旧日新约的圣经中呢 神有四百年呢 是没有说话的 那个我们叫做静默的年代 是 啊 神没有透过先知 说任何的说话 所以 旧日马拉基书和马大福音呢 中间是差了四百年 那四百年呢 就是安提亚古的时代 包括了 所以圣经是没有记载的 但是呢 马加比呀 这个马加比是刺经 这里呢 我读了很长 大家可以看呢 他就形容了 有些这个安提亚古呢 在当时呢 那个迫害犹太人的手法 是充满了奸诈 充满了强暴 但是呢 他开头的时候呢 是哄些犹太人的 是 我说呢 你们在圣殿呢 我都很支持你们 我都进去和你们一起献祭 我们都很尊重你们所相信的上帝 那他们让他们呢 觉得这个 这个安提亚古呢 都非常好的 是我们一部分 他很尊重我们的信仰 然后呢 他呢 黑真面目 揭露的时候呢 就完全不是了 完全这个 是一个 是一个伪计 来的 好了 这个呢 就是 指向将来的那个敌基督 那敌基督呢 那敌基督呢 是充满了奸诈的 他那天出来呢 开头的时候呢 就是启示录第六六章 第一匹马 那个骑白马 那个出来呢 那个是有功 但是不用战的 是没有战争的 第一 世界上几千年都从来 没试过 天下太平 但是呢 敌基督出来呢 是可以哄得 全世界呢 大家呢 是不再打仗了 将武器摆下 这个是人类的那个梦想啊 那连中东那里呢 立立乱了几千年都被搞定了 犹太人对他完全信任 我圣经记载 摆下了武器 不设防 哇 又起了圣殿 今天呢 犹太人想圣殿都不行的 喝他的 会有时呢 带一些顶尖妹上圣殿山呢 突然间呢 那些哈拉伯人在那里 就因为有个犹太人上去 那里 那里是以色列的领土来的 犹太人上去都被人喝的 但翌日呢 竟然呢 敌基督可以搞定呢 让他呢 那里可以听见第三圣殿 你说犹太人 敢不敢击他呢 很敢击他 但是到三年半呢 他的真面目就出来了 他将犹太人逼害到 差不多要灭族的 比这个 比这个 以前哈曼 比 阿罗马人 比这个 希特拉 那些呢 解来 更加要厉害 因为呢 他们那个 迫害的手段 是有魔鬼在后面呢 是让他呢 是事无期待 来到迫害 这个安提亚古呢 就是指向这个敌基督 这个阿力山大大帝呢 是指向将来敌基督的 那个军力 那个权兵 这个安提亚古四世呢 是指向呢 将来敌基督的奸责 和那个对犹太人的 那个的震撼 和呢 是迫害的 好了 那我们呢 就再看了呢 二十五节呢 二十五节 他说 是将来呢 他是突然间呢 是非人手而灭亡的 他不是打仗打死的的 他突然间呢 公元前的 一历一六四年呢 这个安提亚古四世 突然间呢 是得了病的 什么病呢 到现在都是一个迷来的 有 有 有精神挫炉 有说呢 他是吃错东西 总之他突然间是死了的 那这个呢 也是符合了 将来呢 那个敌基督呢 是主耶稣 是将他击杀的 那个是很突然间的 是会将他突然间击杀的 那个要等到呢 是七年半的末期 就是主耶稣 回来呢 就是这个七年大灾难的结束了 他带着我们回来呢 然后呢 就 开始地上进入呢 《启示录》的第20章的千禧年 这个我再讲 但以理呢 见到天使和2300年 我们现在开始看 第13节了 第13节 那这个在那里的但以理呢 就听到有圣者说 天上有声音和圣者 来到和利伯家说 天使就已经在那里了 但天上的圣者呢 就和利伯家说呢 是将这些的 随调上牵牵 凡制和施行毁坏的罪过 对不起 现在呢 不是那个天上那个 这个呢 是另外一个圣者 另外一个天使 又有另外一个天使呢 是出现呢 就说 这件事做了多久才应严呢 他是说 当这个安迪亚古 是毁坏这个圣殿 踐踏这个圣殿的时候 要多久呢 然后才过去呢 那么呢 那个利伯家呢 那个加百年呢 就同戴以理说 告诉他 这个呢 只是2300日而已 2300日 就是说这个安迪亚古 就只有不到7年的时间而已 就是说 如果那个敌基督呢 就只有3年半的时间而已 连7年都没有 3年半的 耶稣说 为什么都给他3年半呢 是因为圣文的缘故 因为圣文的缘故 就将那个懲罚减低了 只有三年半之一神很疼他们 是三年半来懲罚他们 如果三年半也是对他们私人拯救的 这个我们来说 2300天圣所就结症了 这是一个预言 预言 但你看到这个异象 就想明白其中的意思 忽然间有个人 就站在他面前 这个就是他天使 这个就是加伯烈 然后16节 然后他就听到有人说 这个天上的声音 加伯烈要使此人明白此意象 是神在天上发声出来 是叫加伯烈 是解释给但以利利听 第17节 这个加伯烈就来到 但以利利所站的地方 但要你看到天使来了 他反应是什么呢 京方到虎伏在地 然后加伯烈和他说 人子眼你要明白 因为这个是关乎 末后的异象 末后的异象 这里我要停一停 来解释 异象预言 有时的解释 是有近和远的解释 有近和远的 有时有些的语言 是有耶稣第一次来 和耶稣第二次来的 最容易的 就是 以赛亚那里讲 有一子为我们而生 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然后跟着说 政权必落在他的肩上 这里是说耶稣第一次来 和第二次来的 分开不同的时间 这里的预言 虽然他看到这个异象 天使也解释给他听 那是有一个近的应验 就是 大概二百多年之后 安提亚古 三百多年 安提亚古 这个是满足了这个预言 但是这个预言 不是仅是应验在 安提亚古的身上 安提亚古 只不过是预表而已 就是说 这个预言 真正的应验 还在之后 这个之后 现在已经过了两千多年了 什么时候才应验呢 就要等到这个大灾难 开始的时候 敌基督出现呢 那么这些预言 就会实现的了 所以呢 这里 这个事者所说的呢 我现在说给你看到的呢 不是仅是 那两百多年以后的事 是末后 末后呢 就是这个世界的终结 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了 是关于末后的 你现在所看到的 将来 看到这些经文 包括你读过呢 就要知道 这个不是已经应验了的了 有些神学的思想呢 就说 圣经里面的预言 全部都应验了的了 Historical的全部 这样很多解释呢 就要改的了 整个启示录呢 如果说已经发生了呢 那就乱了大龙了 真是有神拜神学 当然是这样解释的 乱了龙的 这里是提醒我们说 这些是关系到 世界的终结 世界末了 主耶稣再回来 是末后的异象 所以呢 是两个的fulfillment 有前有后 我们要小心 第十八节 天使和他讲话的时候呢 达尔里就面伏在地 就沉睡了 哇 天使和他讲着 这么轰动的东西 他沉睡了 是不是黑眼睡 睡着了呢 我想不是啊 我想他这个沉睡暈了啊 就是太过紧张 太过轰动了 所以见到啊 你和我 如果见到天使呢 不要说见到神啊 见到天使呢 如果今天天使 在我们前面呢 首先天使 在我们前面 未必真的是天使啊 你要辨别诸理啊 魔鬼的 在我们面前 都可能是光明的天使啊 但是如果真的 真的是天使 在我们前面呢 那么呢 你和我呢 都不会呢 那么舒服坐在那里呢 就说哦 是你啊 大家来喝杯茶吧 那么啊 不会这么轻松的 一定啊 一定啊 我们会 整个人呢 会散开的 啊 我们见到这些的 啊 灵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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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 不要说 啊 啊 主耶稣了 见到天使呢 我们都会 好像达尔利那样啊 圣经里面的人呢 让我们看到呢 很多见到天使呢 都真是呢 是呆了的 甚至有没有下拜呢 使徒约翰就是呢 去到启示录的时候 他见到天使呢 两次竟然跪下来 要是天使下拜 天使难他啊 啊 天使是不让人下拜的 所以如果有天使被人下拜 那个不是天使 那个是道成肉身之前 的主耶稣 好了 那么啊 但尔利呢 暈了 十八节 他就摸他 就扶他站起来 扶他起床 因为还有话 要跟他说 十九节 还有话跟他说 我要指示你 劳劳临缘 必有的事 劳劳为止 要指哪个劳劳呢 神的劳劳 神的劳劳是什么时候发作呢 是在大灾难当中 最后三年半发作 向着哪些人发作呢 向着选民向着犹太人 这个我们又会再解释 大灾难不是为了你 和我教会时代的人而接的 我们已经信了 我们不需要受刑罚的了 不是为我们而接的 在神的劳劳 临到不信的人 还有呢 是要他们最后的机会 是来到认识那位尼赛 所以劳劳临缘必有的事就是 基督会对犹太人进行 极大的迫害 但是主耶稣 会回来拯救他们 他还会说一次 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 末后的意状末后的定期 这是今天跟我们说的就是说 现在 但以你所看到所写的东西 不单只是关系到 但以你之后已经发生了一些东西 更加是包括 还没有发生 是主耶稣地址 他所说2300亿的意状是真的 但是呢 你要封住这些意状 封住它 不要跟别人说 因为呢 现在呢 未是时候 那么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呢 明天我们会看呢 天使又是跟大尔尼说 现在呢 我要将这些的 给你的语言封住 这些语言呢 是封了相当长的时间 到近代呢 然后才开始这些语言呢 是出回来呢 我们开始明白呢 这些语言里面呢 是在讲什么呢 所以呢 这里呢 就去到第26节了 好了 我们呢 就还有最后呢 就是第27节 就是第27节 最后一节 但尔尼的反应 27节 于是我 但尔尼 昏迷不醒 前面他就昏迷了 天使叫醒他 再提醒他 再提醒他 你写这些是末后的事 这样 然后呢 他就昏迷不醒了 这个之后呢 对他呢 实在是太过轰动了 但尔尼呢 以前已经是有个异象 两年半之前已经有个异象了 而且他在一个异象里面 他都见到地上呢 他是会共光作物 所以今天呢 有很多人呢 就无端端就说他的灵魂 去到天上了 他见到耶稣啊 耶稣呢 耶稣呢 又跟他聊天啊 天使又跟他聊天啊 然后他又回来啊 回来他就写了书啊 又拍戏啊 就说他上过天啊 跟耶稣聊过啊 耶稣说啊 你OK的啦 你先回来啦 明天再上来啦 那 啊 这些呢 我是很多我不信的 我不是说一定是不是 但是呢 已经有些证明是骗人 他自己说是骗人 就是 人呢 见到啊 圣洁的神 或者是神差派来的天使呢 是好像大人以理那样呢 是觉得呢 是真的呢 是 啊 很轰动 那还有呢 当然是大人以理 这个 啊 信息呢 这个信息呢 天使讲得这么清楚呢 就说这个大国小国啊 特别是这个小国 是这么恐怖的 这个小国呢 是会为他们带来这么大的灾害 那这个旦以理为了这些呢 这件事呢 就很恐怖 很恐怖 所以呢 去到第九章的时候呢 他为他的日文的祈祷呢 那是一个 啊 一个偶生不绝的祈祷呢 是为他的日文来认罪的 因为他知道呢 他的日文呢 将会 是受更大的苦 被努力的苦都不够 总是有更大的 更大的苦呢 是要 啊 你都受的 好了 但呢 但以理 我说只是来在那里不动哦 他然后起来 病了几天之后呢 他就起来 起来他照样做他平时的事 假扮你皇的事务啊 即是我们都知道了 满世会发生了什么 我们都说的 我们照样做我们要做的事 甚至呢 我们会更加积极些 就是知道 末世不是满足了我们的好奇 知道末世呢 是叫你和我呢 一方面我们更加警醒 第二方面 我们遇到灾难 我们不用怕 我们不用失去了盼望 也都同时间呢 是叫我们呢 那个服侍呢 更加的积极 更加将福音呢 用各种的方法呢 传给那些人听 让更多的人呢 能够如果我们灾前避体呢 和我们一起避体 不用面对敌基督 所以呢 是积极的 好像他扮立皇的事务 他因这个异象经其却 无人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 看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 神真是很大的恩典给我们 但以理 这么特别的人呢 神只是让他看到异象 解释了他都不明白 但你和我今天呢 我 这样解释了 大家都明白 你想想想 以我们 有什么质素 能够呢 是 说得明白 大家都明白 我们明白得多 比弹以理 明白得多 过第一世纪的圣徒 因为我们现在 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还有我们现在 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教导我们 所以现在呢 神比我们的恩典 比弹大 大法宜 大 Difari 大落 你都不明白 到第十二章 他问那些天使 那些天使 那些天使都说 你现在不用问了 现在你不明白了 你他以后 你日你会离开这个世界 到来日你才知道了 不让他知道 但是今天呢 你和我也知道了 所以呢 所以我们实在是门覆的一班人 所以我们要努力来学这些语言 好了,我们要结束了 但耶稣一直到现在 都被我们看到掌权国计神 将来发生的重大的变化 基督魔鬼怎么猖獗都好 第一,他一定轻波作浪 这个已经语言了 而且到了末世的时候 他的颠覆、迫害 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的 现在已经不是 一百年一个世纪 慢慢改变了 现在的事情是一个月 一日日日在变的 很快醉的 但是在万变当中 真正掌权国都是上帝 所有能够发生的事情 表面好像魔鬼和他的事者在做 但其实是神在背后容许 所以你和我都不用太害怕 因为白耶稣告诉他们 神是掌权的 我们看到地上的弱 我们实在看到很多弱 黑变了白白变了黑 人人都说是这样的 完全没有公义 就在我们眼前 你说什么 司法制度也好 什么政治制度也好 全部的应该 宪法的保护也好 没有了 是的 完全是 弱的 很多弱的出现 在我们旁边 那些弱的越来越厉害的 因为那个敌基督 真正的敌基督出现之前 很多很多的敌基督 有很多的敌基督 有很多的敌基督 以后将来要来的敌基督 将来要来的敌基督 当然是最残酷的一个 但是他之前来的那些 都一直都会出现在 这个世代的 所以我们就要留意了 为什么这么多弱的出现 这个就是原因 但是这个弱的 能不能真正的敌基督 他其实那个都真 他都落败的 因为他很快速 他帝人是会被消灭的 问题就是 为什么神容许 这些这么多的敌基督 来搞要我们呢 为什么来到 将来再要逼迫他的百姓呢 那第十六节 现在第十六节 前面有讲 就是说 是因为他们最恶的缘故 最恶的缘故 今天他们这些的罪 第十二节 一罪的缘故 一罪的缘故 哪个罪的罪呢 是人的罪 人的罪 特别是选民的罪 令到神一定是要迟罚他们 在惩罚当中 在管教当中 神是没有放弃他的选民 所以呢 在圣经那里 讲到神的管教的时候 都跟着有讲 神的医治 神的赦免 神的挽回 神的公义和他的爱 是并存的 所以当我们看 这些语言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 就不只是敌基督还行 而是主耶稣会回来 那时候才是真正的righteousness 真正的主持 正义 主持公道 所以我们 今生没有正义 你说 那怎么呢 那就是了 在缅世的时候 是没有公义的 那我们就等 主耶稣会回来 好 我们今晚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明白 这个第八章 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祈祷 天悟我们感谢你 你这么清楚 告诉我们 将来的敌基督 是会怎么样的 敌基督虽然是 很有君力 很有权力 很有欺诈 但是呢 你都是得胜的主 你是那里 坐在宝座的主 所以当我们 如果要面对 小的敌基督 或者将来 真正的敌基督 我们心里面 都不需要敬科 我们知道 你是那里 得胜的主 我们在你里面 是安稳无比 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 这些assurance 这些安慰 求是你继续带领我们 我们继续 要看你的话语 我们继续 要让你 这些的预言 这些的经文 是对我们的 行事为人 对我们每一个生活 对我们的侍奉 是有很积极 很正面的影响 求主你帮助我们 感谢你给我们 这一年的时间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 起动 bien Dudek 到旁边 安婚 旁边 感谢观看